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每天都在看伯庚迪伯庚迪伯庚迪 然後 對面這ID是甚麼呢 Argust Borgarde 就是有愛到伯庚迪 愛到連曲名都有點像 就是法文吧 跟你們講我有學法文喔 我已經不想再看到伯庚迪 然後 又一個伯庚迪變態 伯庚迪 伯庚迪 你想名字改成伯庚迪嗎 哇 傻眼了 喔 強到有粉絲了 我跟你們講了 主播我雖然蒙古 不喜歡玩 現在玩的很辣手術也很慢 但是我還是深愛著 我的蒙古 不管他版本怎麼樣 我還是喜歡玩蒙古 坦白說 所以喔 建議啦 建議啦 不要跟著版本一直在那邊玩 強勢文 真的太多伯庚迪啦 最近 你們自己說你們投給我的 要嘛不是自己用伯庚迪 就是對面伯庚迪 伯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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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看一些別的喔 嗯 好啦 希望這是最後一場 如果想要我播的話 建議不要再播 伯庚迪 我頻道快快變伯庚迪 世紀帝國了 好 那為什麼我想要播這一場呢 也許這是最後一場伯庚迪的 是因為 自己上一集播出之後 拉上 可能就有反省許多還是怎麼樣的 然後呢 他就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改完中國 你這一場是中國 那我沒講到配置耶 不管 應該決勝點不是 文明上 一定是哪裡的觀念有問題 所以怎麼樣 好 幫你看一下嗎 看配置嗎 我跟利太有沒有一集目 我已經不想看 反正等一下直接看後面 呃 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 後期 如果 對面是伯庚迪的話 你玩 你玩中國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跟他慢慢玩了 因為 對面伯庚迪強的是 三個嘛 格子馬 池上 火槍兵 玻璃大砲 17 攻擊力 加4 那再來就是 佛萊明兵 那個是步兵 就是三個是比較 目前我覺得 主流的 伯庚迪 那為什麼我說中國 你這場可以跟他玩到後面呢 我說了嘛 我頻道說了嘛 進攻彎花筒 中國嘛 呃...主要是因為這個啦 科技在封建時代便宜10% 打到月後期 有20%減免 就是這個東西 讓你的轉兵容易 讓你的點科技什麼的都有便宜減免 再加上你有連弩兵 火箭技術 攻擊力加2 超級無敵 霹靂 欸欸欸等一下 暴力輸出 比伊索碧亞的弓兵還 還噁心喔 那個輸出 那個咻咻咻 是我嘴巴已經跟不上 咻咻咻咻 欸欸欸 這邊的操作很OK 欸...什麼... 水呦 是想我吹這個 這個操作我看到了 很讚 很讚 很極限 但是不推薦下這樣喔 好我這邊想要壞轉還可以嗎 反正博更蒂喔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打法 每次前期都長那樣的 我就已經... 可不可以來點新... 新樣啊 嗯... 好我們這邊 就... 看前面了 因為... 喔...開圍嘛對不對 這邊... 打上... 你應該也不會打黑塊嘛對不對 好... 看下去 我現在想知道的是 你中國 你封建會不會出擊 你封建會不會出去打 因為我上次有說 我伯更蒂 我打佛更蒂 我可能會去封建打他 豬小弓什麼的 我想知道你會不會打 金礦 喔你什麼都沒有嘛 開農 也可以 因為你這場是中國 哇這博更蒂 等一下等一下 四季大開圍 哇靠 欸這種圖喔 欸我看到我一定會牽制他幹嘛 一定會打他的 為什麼你們不打他啊 你有情報嗎 又沒有情報了 好奇怪喔 為什麼要去逛旁邊呢 下次下次 下次拉上 一定要趕快去找他家 如果對家是博更蒂的話 你要知道他的木材局爛不爛 因為他會點一級木 會玩 你這邊如果小弓的話 他就搬家了 他搬家只剩這邊後面再說嘛 對不對 好沒關係沒關係 一千加的賞 我慢慢講 我先快轉 因為我知道你們要開農了 有四季大開圍啊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我快轉 因為 每次看 國庚地還什麼 都是從城堡後面才開始 沒有黑塊 也沒有封塊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要爬分 真心想要爬的話 就看一下那個 黑塊封塊 什麼玩配置 因為我們只會圍這個圍牆 但也沒有關係 反正後面一定還有什麼決勝點 讓我可以講出 為什麼你輸了 為什麼你這邊贏了 一定有一定有 也跟什麼 黑塊封塊也沒有關係啊 他這個圖喔 如果你給十二十三家的人 他已經爆炸了 這個啊 國庚地已經爆炸了 好 好啦 比開農 等一下等一下 這場是幹嘛 農田加四十五 開農路線 跟伯根蒂比開農路線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到主軸了 那你這邊是幾KC 3KC 對面呢 1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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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面來打你 然後不是格子嗎 這個是拜戰庭的 操三嗎 拜戰庭的配命是長這樣啊 沒錯 嗯 好啦 去看 反正如果是這一套的話 不會打出什麼火花的 所以 就 好 又到院 搬移機 開3TC耶 柏根蒂 單TC耶 我覺得你賺到 對面柏根蒂沒有開3TC 好神寶這高地堡可以 1234 4TC 4TC 對1TC 2TC 這邊我們看一下村民數 84 50 84 50 怎麼辦 我撥不下去了 這撥根蒂 這出來亂的啦 好 後面我自己撥 我慢慢看 畢竟拉上真的很有誠意喔 就是 就是為什麼他上一場怎麼樣打得很慢還是什麼的 先 喔 馬修 馬修弓箭長 進攻萬花筒出來了 那你打很多套 冰種的話 當然了你中國是有優勢的 然後你帝王呢 他 2TC嘛 59師村民 那他怎麼可能打0呢 配置上有問題啊 駱駝 楚波想吹你了 你這邊出駱駝是正確 因為對面沒有弩冰 沒有人射你射的痛 他出格子嘛 你有猜到他的配種對不對 呃 冰種啦 不是配種對不對 對阿 所以你出 駱駝我覺得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得出來 然後你這邊要強土兵 好啦 你們都是帝王打一波嘛 我知道了 來 沒關係 繼續看 因為我想看伯庚你什麼時候上來 因為他格子嘛其實可以跟你一戰 會控兵的話 那你這邊開始續兵 OK OK 卡人口趕快蓋 然後你蓋這個是圍起來的概念嘛 我知道 因為你是建築屬嘛 上一集有講過 你有那個強迫症 但是蓋得很漂亮 主播沒有辦法蓋得這麼漂亮 你看 你都蓋得很漂亮啊 我跟你講 頻道觀眾一定認識你 因為你蓋得太漂亮了 以後我講拉上拉上拉上 大家就會記得你的劍屬學很美 好 這不是重點 駱駝在這 然後 但是你沒有地圖控制 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等一下再出去 給他一集必密 那你這邊是駱駝 你有警報他 他吐個什麼嗎 沒有 但是你猜的嘛 OKOK 我去看下去喔 好 對面也點地王是不是 還沒 點地王 所以伯庚利爾 這個經濟還是真的很OP喔 他幾 一二 一二 二TC 三TC 這個TC 靠近木材一點喔 城堡 高地堡 有了 第一集 講的有了 高地堡 這個我要看到了 高地堡 這個高地堡就OK啊 你守住你的腹地啊 這邊有石頭 黃金 黃金 這個黃金可能沒有保得到 可是這兩個應該有吧 對吧 好你的陣容出來了 有套路了 有陣容 強弩兵 駱駝 轉連弩 跟他對抗 看他出什麼 跟你打嘛 對不對 他遊俠也沒有特別多俠 161 所以我說中國可以跟 國根力玩到後面喔 國根力 不太 不一定會 贏那個中國 好 我先看一下你們 這邊一定是兵種 還是控兵 哪裡有問題 決定勝負 因為這邊沒有什麼 這邊真的很PASS PASS 喔這裡 這一個寶 嗯 太前面了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推薦你 蓋這裡呢 因為高地堡他等一下 你假設地王直接鋸頭 你們是一個城堡對抗 很快就被拆掉 可以蓋裡面一點沒關係 蓋這邊也可以 或是 穩一點這邊也可以 因為這邊沒有防守 這邊啦 這邊我就這邊 好那這邊你要 你的營有什麼你知道嗎 中國沒有火炮 中國沒有火炮 柏根力是有火藥單位的喔 你現在要出來蓋什麼 金礦碼 OKOK 那你剛才那城堡沒有要蓋了嗎 你蓋在哪裡 欸沒有咧 這裡有 好啦也行啦 也行啦 決戰 那你這邊是先上蓮弩兵 不是縱裝駱駝 是正確的 因為 那個駱駝是拿來擺制的 就是來下那個格子馬而已 真正在舒服的是後面 中國這個文明喔 我個人認為喔 主軸還是弓箭部隊 這也是為什麼它上面是一個弓兵文明 它雖然有格子馬 有駱駝 有青旗兵 科技都有什麼的 可是它的主軸 我主播認為是 弓兵系列 那這場我蠻想看到你出 蓮弩兵的 因為蓮弩兵其實喔 他屌吃全部的 柏根力 他有玻璃大砲沒錯 你有肉盾 駱駝加蓮弩兵 後面超級強力輸出 我不覺得柏根力打得贏 中國後期 我個人覺得啦 好啦 你這邊要上去點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我說這個城堡不OK 你蓋這邊 他還要下來才跟你打 下山跟你打 你就是平地對平地的嘛 對不對 不要急啊 我知道你想推這個高利寶 所以我說的啦 高利寶的威懾力就是這樣啊 很強啊 雖然 我尷尬這裡 他經濟沒有你好 開TC很晚 可是他出來拿地圖 而且可能他也知道高利寶的威懾力 所以 他有優勢 你在三下打 他在三領打 那重點是現在 你的配兵 配備 比他好 好啦 這邊應該是會被推掉啦 沒有意外的話 然後你的兵 食物好多喔 他沒有 格子馬 那我跟你說 你不用出重裝 騎士 因為你有落得 你可以轉型騎兵 消耗一些食物 集結點他家 看他家有沒有漏洞 去做一些騷擾 因為你的 農田有加食物 是食物 我加減用一下 哇 中型奴炮 玩這一套喔 頻道還沒出來中國奴炮喔 那你等下連弩兵一起出來 最舒服的那一套 最舒服的那一套 陣地戰中國 看到傻就傻 這高地寶 我跟你講 他一掉 如果你有石頭 是我的話 我這個部隊往上走 壓著高地山頂上來 蓋城堡 然後集結點什麼 冰種全部都設在這個山地 他就打不贏你了 對吧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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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抽金又抽金了 好趕快上來上來上來 全軍 衝鋒 上來搶高地 他沒有冰了 完了 是不是它結束了 我好像沒有講到什麼講解 我需要製作這個嗎? 我會製作 我會製作 因為你高地堡開始會了 我很用心的 咻咻咻 連弩兵出來虐菜快點 農經濟其實不錯 說真的 拉薩農經濟不錯 但是我建議你可以開始學風快 好啦 遊俠進來啦 你怕他鑽你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說你這邊可以來個城堡 喜兵 遊俠 戰矛 喜兵遊俠戰矛 除了遊俠穿得進去以外 其他這些東西他打不贏你 勝利戰絕對打不贏 他魯狂 那我現在覺得啦 你食物乾脆賣一賣 然後買石頭 這邊插一個高地堡 慢慢跟他玩 對吧 這些喔 清奇兵不是這樣用的 清奇兵是拿來騷擾用的 來這裡面亂 遊俠不要跟他正面推轉 駱駝啊 對啊你有駱駝啊 這邊也不用點那個啦 縱裝駱駝 直接連弩兵上來 直接壓過去 看到什麼射什麼 看到什麼射什麼 什麼都吃 這一場如果你有連弩兵 連那個玻璃大砲 火槍一出來 35滴血直接蒸發 直接蒸發 沒有開玩笑 他連一槍都開不出來就死 好啦 你坐一坐開始推啦 那你因為 記取上次 我說的嘛 高地 高地 站高地 那你慢慢的射 喔唷 你有操作 好 你這邊剛剛就是 沒有站到最高的高地 你集結列也沒有高地 好 你現在進 近戰部隊 趕快衝上來 趕快衝上來 他擠兵上來囉 你擠兵 掐著他的脖子打 你沒有覺得 這個地理位置很重要嗎 主播剛剛有說啦 張錦也有說啦 趕快上來 管他的 努兵什麼 管他的 你的部隊輸出很OP的 不要怕他 你看全部蒸發掉啦 像蒸便當一樣啊 全死了嘛 那你現在是部隊燒掉 趕快走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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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後面趕快騎士什麼的 不是騎士 那個 青騎兵駱駝駝上來 上來 趕快蓋城堡 你有石頭 蓋城堡 這邊拆掉了 很OK 你是不是要蓋城堡了 不是 過來伐木場 害我嗨了一下 害我嗨了一下 就開心的那一秒鐘而已 趕快蓋城堡了 石頭趕快用啊 我覺得你趕快蓋城堡 那現在伯根利要怎麼玩呢 伯根利沒有一套冰種 我覺得後期可以跟這個 這個 這個中國玩啊 老實說 喔喔喔 不蓋通 呃 好啦隨便 喔他出鱸驼 喔不是 喔我現在已經慌了 不是慌了 傻了 我想說整伯根利有鱸驼 不是購女 沙漠 不是葡萄園嗎 好 1 2 3 4 5 6 工具場 那你什麼時候要蓋這個石頭 消耗一下你的資源 消耗一下你的資源 太 太 太多了 你這邊能做的就是控圖 拉上 控圖 因為伯根力就在你手掌心了 小點心 小點心 真的 你就壓著高地 什麼都不用做的也不用出去 就結束了 這可以啊 這可以嘛 早該來了 早該來了 你現在被這個 戰矛追著跑 沒有關係 新奇兵或是貼他 貼他 你這個東西 站在高地 站在高地 就像打三國志一樣 站在高地 輸出部隊 在高地 看著 保護你的什麼劉備還曹操管他的 在下面的進戰部隊 衝下山 殺人家的戰矛了 對吧 你回來這高地就對了 你打的比上場好太多 所以你輾壓了 沒有質疑 對面爆炸了 進步很多啊 你沒有打封塊黑塊是ok 如果你要高端一點的話 就會打黑塊封塊 好啦 這邊 山底下的士兵都被你射假的 如果要紐菜的話 你趕快連魯兵出來 點一點 精銳 精銳連魯兵 這邊你要幹嘛 大衝車嗎 還是什麼的 看一下 對 這邊漏馬 因為你屬很多 快升快升 因為還沒滿人孔 木材也很多啊 馬就再拉多一點 拉十幾二十個都可以 對 就是尬尬 跟他面前 排滿滿的 排滿滿的 集結點他家 啊 對吧 抱歉喔 那個 柏嘎蕾 我完全沒有想要講你的意思 因為柏根蒂的視角 我已經看太多了 我頻道也太多了 快變成那個了 柏根蒂頻道 好 那我好奇 你這邊是要升什麼呢 衝車 衝車 拉上你這樣就對了 加速進攻 所以主播的影片 我覺得還是有 價值在的 你馬上做出調整 一個禮拜內做出調整 配兵上進步很多 很多元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玩中國 我覺得你適合玩中國 因為你的建築學 開農型的 然後 你農的也不錯 而且你有基本防守 我覺得你可以打到一千一了 真的 你這場有一千一的表現 然後你有高地寶 高地寶 高地寶 然後你主要是玩弓箭部隊的話 中國也有滿足你的需求 然後因為你是偏龍型選手 所以 中國的那個科技什麼的 就讓你可以 怎麼講呢 你可以發揮到更多的效益 你不是強軍式選手 可以的 你這場很OK啊 整場壓著他打 沒有什麼失誤 沒有什麼失誤 老實說 一這個翻斷也沒有什麼失誤 那個伯根地在 在伯根地的眼中 你像大神一樣 無法撼動 他不知道用什麼跟你玩啊 他覺得 哇好強 怎麼不是 一千分的嗎 怎麼對面怎麼假新手 這場 這就是高地寶威懾到他 他推不掉你啊 三台是不是 啊你的衝車咧 衝車咧 為什麼打死啊 你又被打退了 你清級兵咧 你清級兵在 砍 砍這個 你清級兵趕快上來 砍這些戰卯了 還是有失誤 一吹就失誤了 能不能吹啊 唉呦 我必須說你這些 出去開發 都ok都ok 搶黃金什麼的 然後這個包含這個哨戰 都很ok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怎麼樣讓他一起避命嗎 還是你要慢慢玩他 衝車出來了 大衝車 十強ok 這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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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步很多 拉上你進步很多 我很開心 控兵可能要再練習一下 可能要邁向 一千一百五十 還是兩千的話 不是一千二的話 控兵要練一下 這些好可口 你大衝車直接進來 全部一董 一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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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董 拉上 拉上 我覺得 你趕快大衝車出來了 這邊重新蓋 封城氣 用你的食物 把 EV 重槍 進去 撿平它 結束了 不會打 不會有懸念 他現在從山 後面繞過來打你對不對 其實這幾隻而已 可是萬一今天他很多隻的話 你會被逆轉 因為你是弓箭部隊 你需要續喔 你需要續喔 如果你要打到1200的話 這邊你會被吃掉 上面的高手會把你吃掉 你會打著打著 不小心你的部隊就不見了 你這邊在續了 我看到了 可是 我想看到的是 大衝車 白色銀色的那一台 那一款 不是這一款 不是這一款木頭的 我要看到的是那個 有鐵片的 有鐵片的衝車勒 欸 中國沒有嗎 還是 我誤會你啊 中國有啊 有啊 有啊 那你 趕快點 但是你 我批出來 你這邊壓著很OK 管你 你要射綁仔 啥的 啥的 啥 反正有人出來就射他 什麼 算是射他 你喜歡玩弓箭部隊 我感覺出來 你主著就是弓箭部隊 但我覺得你不能玩瑪雅喔 你這種 天龍型的 不要玩瑪雅 黃金會被你玩到乾掉 垃圾海這種 你控兵好像沒什麼在控啦 那你就玩中國 如果你要控兵 你玩瑪雅 玩得很省 不是玩得很省啦 稍微控一下 瑪雅就很強 我覺得 因為這些都是垃圾兵嘛 肉馬 垃圾兵 然後你有什麼戰環 類似 主著 反正你連弩兵 也偏不便宜啦 那主播覺得你整場 最大的缺點就是 你沒有出大衝車 你有食物 但是你不想點 你想略菜嗎 下次第三場如果有PO給我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製作 因為你真的很用心 很想認真練習 而且短短時間內已經進步了 你進步了 跟伊索碧亞那一場不一樣 我有感覺到不一樣 你這場有配兵 有兵種的變化 可是這個大衝車 下次試試看 出來之後 你就發現主播沒有騙你 好硬 好扛 好喜歡 好大喔 被你頂死了 這伯根利人被你頂死了 你懂嗎 火炮 沒辦法頂他喔 那這邊最後一波拉 最後一波拉 沒關係 衝車爆了也沒有關係 給他壓力 給他壓力 你這邊小公 連弩兵 不是連弩兵 強弩兵 我覺得量不夠多了 趕快 沒有黃金了是不是 玩到沒黃金喔 這邊還有啊 遺跡沒有減 好啦這個 1000加的場 我不會講遺跡 這要1200以上 1300才會去搬遺跡 這個場 1000的不會 永遠不會去搬遺跡的 欸有欸 有欸 有欸 我我我道歉 但是遺跡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爆拉 然後剛剛有說嘛 你玩到沒有黃金啊 你玩到沒有黃金啊 欸 不會逆轉吧 一個小時了 你們打了一個小時了 四季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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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拉上你又進化一層了 可是呢 可是呢 你沒有好好控兵 你沒有在人家 很脆弱的時候 給他致命一擊 讓他又活起來 讓他又活起來 他喝一口葡萄酒 又活起來了 你這裡的引誘是 你漸漸的村民不知不覺的 也被偷偷殺掉了 你不知道 你的人口掉到快100了 那你打到後級喔 我覺得喔 你跟不上了 你跟不上了 你一直在死 你慢慢的被逆轉了 主播是這樣跟你講 很抖很抖 不知道為什麼 玩著玩著又輸了對不對 因為主播已經喊了 十分鐘有吧 大衝車大衝車大衝車 這邊壓著 強弩兵 趕快給他致命一擊 他沒有部隊跟你玩啊 可是你讓他起來了 你又讓他肥了 然後現在才點2級 這個3級攻 科技 你可能對這個東西觀念 沒有很到位 你對那個兵種的那個什麼 沒有很到位 沒關係慢慢來 但是 這一場明顯的 對手也比上一場的伯根力強啊 老實說 對吧 你有感覺到吧 因為你也一直在贏啊 所以你往上爬 遇到更強的對手啊 更強的伯根力啊 那你想打贏這場的伯根力 就是 剛剛我說的 你連弩兵 量在少 然後你沒有漏盾 再幫你扛 然後慢慢的就被戰謀 點死了 你沒有發現 我沒有看到你有空 可能下次啊 你要把部隊喔 編號 連弩兵 編號1 第一部隊 其他肉盾你要不要編 我先 不要求 就如果你要打上去吧 然後這邊還有石頭 稍微挖一下 黃金也有 但是沒有人想要挖 現在是垃圾兵大戰了 你現在沒有 弓箭了嘛 你現在只能靠肉嘛 很陡 人家有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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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垃圾兵 呃就看操作啦 多線操作啦 你有把四隻村民 我看一下他多少 54 喔 還好還好 世紀大戰耶 你們這場是打到手汗都冒出來了 那現在他的缺點是什麼 他的影有什麼 他沒有木材 他的木材在外面 然後地圖被你控制到 結果是地圖控制贏了 不是誰打掛誰 對吧 快轉了 你叫他喊幾句 因為他沒有木材 哎 發現黃金了 很開心 然後呢 你要出什麼兵 連弩兵 強弩兵回來了 沒有連弩 強弩兵回來了 哇 很爽對不對 終於發現黃金了 我看你這次會不會好好控 你怎麼又走下來點他了 你就在這邊 漏盾下來點 不是這樣子玩這個冰的 呃 哈哈哈哈 不過已經快失智了喔 一個小時囉 怎麼會這樣控兵勒 我不是才說嗎 高地 按你的那個原地站好 站好 其他的你肉盾衝下去沒有關係啊 射射射射射射 對啊 幹嘛走到這裡來 然後你這邊又不會打了對不對 控兵集結好 原地站崗 有兵貼上來往後拉 這個肉盾死掉沒有關係 因為食物你很多了 黃金你快乾了 你這一波在亂打你會輸喔 人家有這個喔 你沒有喔 你一台而已喔 他為什麼怕 這邊有幾名 他是最後的木材了 最後希望了 他很怕你來衝進來了 看得出來齁 他的意識有道喔 你的對手意識其實是有道的喔 所以你們打得難分難省 當然啦這個城堡如果給你推掉的話 基本上伯根蒂就掛了 可是這個城堡還在的話 也會控兵的 1200 假設現在伯根蒂是1200 其實你會輸喔 你打不贏他 然後4台 打得好辛苦喔 蹦蹦 哇 哇還好還好 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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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怎麼樣呢 冰 你的冰 20隻 控好壓在這邊 壓在這邊 保護你的巨頭 慢慢拆 欸阿哥怎麼又蓋了 趕快喔 你趕快喔 人家爬起來了喔 趕快趕快 對對對 趕快 真的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掐著他的脖子 你是不是沒有看我那個 兇人對那個 越南那裡去看一下 為什麼人家是1100 你現在還是1000 的差別就是 他有掐在人家脖子打 你沒有啊 對啊 趕快趕快趕快 收收掉 你這個城堡該不會讓他拉上來吧 又要多看10分鐘了 早就結束了嘛 嗯 完了他又可以多玩10分鐘 世紀大戰欸各位 但是因為你有地圖控制 你有地圖控制 你有地圖控制 所以喔 雖然你配兵真的 我說真的有點差 可是 你有地圖控制 有高地堡 這些你都有站著 然後有這個少站 他被你關著裡面打 其實你是慢慢把他支援炸桿打贏的 對吧 那我覺得你的空兵要練練了 嗯 我覺得你空兵要練習 要練習 你要打到1100 要練習 大衝車來了 遊戲時間 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 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 來了 終於來了 我點UberE 我點Full Panda 點了三個小時 你才來 主播餓死了 主播快餓死了 主播現在好激動 因為看到決勝的東西 來了 我快哭了 終於想起來 馬拉 我好像有那個大衝車可以玩耶 主播好像有耶 突然點那個科技樹 有這一台可以玩了耶 這樣就對啦 你遺跡也撿起來啦 對不對 很好啊 還好有想起來 還好拉上沒有想起來 不然其實喔 我屍體現在會開嘴了 但是你後面想起來了 你贏了 所以你加速推進 你贏了 衝車出來 對面怕得要死 因為對面什麼 戰毛嘛 GG 進去 一個小時 22分 又 03秒 結束這場比賽了 世紀之戰 關鍵是什麼 中國有衝車 去看一下我的什麼 不列顛 MBL打Mr.Yo 那場什麼 中國 他出什麼 打掛 MBL 中國有衝車 這一集人標題是台灣有衝車 不要忘記你有大衝車 決勝就是大衝車 結束了 我沒辦法做評論了 私底下我在告訴你 好啦 其他觀眾朋友們 很抱歉喔 這一集行 我完全沒有好好評論 因為我看到伯根第五 就其實量掉 但是 我必須上傳這個 必須 因為為什麼 可以前面贏的 打到後面 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 那 拉上你真的進步很多 說真的 你進步很多了 一個禮拜而已嘛 對不對 那你把空兵練好 搭衝車 那個你中國的有什麼兵種 看看 想一想 然後主播這場跟你說的 你吸收一下 我覺得你可以到1100了 好 那這場轉播就到這裡 概要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出發